一年一度的汤普金斯广场 万圣节狗狗游行 星期六在纽约登场 数千只毛小孩盛装复会 打扮成各种角色 从毛茸茸的小灰姑娘 到饶舍歌手 主人们为了帮毛小孩打扮 可说是费尽了心思 狗狗变装起来 可一点都不输给人类 率先炒热万圣节气氛 他喜欢玩DMC的音乐 他玩高厚的旅程 所以他改装了帽子 他要是参加团队的 他是一种蝦蝦 我们形成了蝦蝦 这帮助手做了得很好的 我就是蝦蝦 他是蝦蝦蝦 我认为他让我包着他 或者其他衣服 所以我真的为了他 在游行庆典上 也有狗狗穿上了 纽约布朗克斯区职业棒球队 洋鸡队的球衣 向棒球队致敬 除了狗狗闪亮登场 许多主人也配合毛孩 穿上特别制作的服饰 陪着毛孩参与游行 现场气氛热闹欢腾 今年是冯雪游行的34周年 也是最受纽约人欢迎的活动 甚至比人类参与的 万圣节游行更受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